《财经周报》为您梳理 一周财经 各位好 我是李润 那么自美国大选 在上个月是尘埃落定之后 金融市场便开始估计 美联储未来的利率走向是怎样的 也几乎是一面倒的预计 今年的年底会加息一次 明年起码会再加两到三次 每次加幅也是25个基点 也就是联邦基准利率 起码会加0.75%到1% 答案的结果 在美联储今年最后一次的议席会议 是终于有了端倪 一如市场的预料 美联储在当地的星期三宣布到 决定加息0.25% 那么这也是美联储近十年来 第二次的加息 美联储也是并预计到 明年还会加息三次 也就是这一轮加息的幅度 是有可能达到1% 那么美国长达十年的DC年代 是已经正式的告终 那么这对未来的金融市场 和全球的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马上带您进入本期的封面故事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 在当地的周三也就是14号 举行了今年的最后一次议席会议 结果也是一致通过加息 0.25% 将联邦基准利率 加到0.5%至0.75% 那么这是美联储 自去年12月启动近十年来 首次加息后的再次加息 也是在即将过去的2016年中 唯一的一次加息 那么此前美联储也是曾经预期到 今年是会加息很多次 但是适逢到像年初经济增长疲弱 以及英国退欧等等事件的一些影响 加息的步伐是一拖再拖 那美联储在议席后发表的声明中 也是指出 自11月会议以来的信息显示 劳工市场持续增强 失业率下跌 经济活动从今年中起 便是继续以一个温和的步伐进行扩张 而通胀在今年较早的时期 也是开始升温了 但是由于早前的能源价格下跌 以及非能源进口价格的下跌 整体通胀率仍然是处于 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之内 并预计到 随着这个货币政策逐步的调整 经济活动是将继续以温和的步伐扩张 那么劳工市场也是会进一步的转强 而中期通胀也是会上升到2%的目标 那么预计未来 加息的步伐会再将继续加快 明年将加息三次 并且重申前景面临的风险 是大致的平衡 也强调目前的货币政策立场 仍然是保持到一个宽松的状态 那么美联储也是在提出 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也是分别调高了 0.1个百分点到了1.9%和2.1% 失业率预期也是分别调低到 4.7%和4.5% 而核心通胀预计到 2018年将上升到2% 那我们再来看 在这个政策声明发布之后 美联储主席耶伦也是召开了 新闻发布会 就这个议息结果 解答这个媒体的疑问 他就表示到 预计明年将加息三次 而不是早前估计的两次 是因为公开市场委员会的 部分的委员调整了原先的预期 只算是一个非常微弱的调整 而加息的决议也是表明了 美联储对经济进展抱有信心了 而且判断说 这种改善的势头会继续的延续 认为无论是个人或是企业 因为这一次加息将受到的影响 其实都是非常小的 他还表示到 考虑到低利率的水平 目前美股的回报率相对而言 仍然是处于在一个 比较正常的范围之内 但是也强调 经济政策前景和潜在的变化 都是存在一个相当的不确定性 预计在新政府上台之后的 经济政策将如何影响 金融市场价格的理解 应该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出现变化了 我们再来看 至于在加息政策上面 一直是被视为比较鸽派的 而且曾经是多次被 后任总统特朗普批评的耶伦 是在被问到美联储政策 随着特朗普正式上台之后 可能遭到的干预 以及他本人未来的 去留问题的时候 耶伦也是并没有直接的回应 表示说 不会对特朗普任何执行 他的政策的做法 来发表他自己的意见 但是也是坚信 美联储独立的一个必要性 更是说到他自己 四年的任期 是经过参议院认可的 他也将会任职到 他的四年任期届满 当时他说 有可能会再获任命 也有可能不会 就算到时不做主席 也可能会担任联储的理事 所以说目前他认为 还是没有必要做出决定 那么耶伦这个避而不谈 自己未来的去向 以及特朗普上台后 对美国经济 以及美联储政策的影响 其实早已是在市场的预期之内 因为美联储一直是不希望 留下一个将影响政府政策的印象 比如说我们来看 早前的9月和11月的 会议备忘录中 美联储就其实根本没有提到 大选一事 而尽管耶伦是坦承到 未来具有不确定性 但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 有一则专栏就认为说 美联储在特朗普上任之前 便先加息 并且是释放出明年将加息 三次的一个信心 其中就是彰显到了美联储 对经济前景是有很大的信心 也是要展示自己在经济层面 是有领先于市场 甚至是特朗普的姿态了 是的 那么尽管市场早前已经预期到 美联储会加息 但是在加息消息正式公布之后 美股道琼斯指数当天 还是反复的一个下跌 超过了100点 美元对各个主要的货币 也都是上扬 那美元指数也是连日创下了 14年的高位 零二人民币也是创下了 8年半的新低了 而在美国加息之后 实施这个与美元挂钩 联系汇率制度的香港 金融管理局也是随即将贴线创基准利率 调高了25个基点到了1% 那么尽管局的总裁陈德林就表示说 未来会更关注其后 美国利息正常化的一个步伐 他认为如果美国是进一步的加息 将令到美港两地的这个息差 会不断的扩大 也不排除香港的资金会流走 也是呼吁市场要做好准备 来应对美国利率正常化的一个波动了 那么来说这个市场的焦点 其实很明显不是在这个 美国低息环境已经结束 而是他们更加关注 未来的这个加息的幅度会有多大 以及加息的步伐会有多么的频密 那么一般预计 美联储最早可能会在明年的6月 再加息 那我们也是来看看各方的一个观点 巴克莱银行就说 这个美联储必须要等到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更加明确 可能是明年3月或者是6月份 才是一个评估财政政策影响的 一个更合适的时机 那么如果美联储明年真的 像预期一样加息三次 可能会在6月9月 以及12月的会议上来进行加息 那么另边呢 法新银行也是预计到美联储 最早会在明年6月 做进一步加息的动作 而根据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美联储展望工具也是显示到 美联储下一次的加息 可能是要等到明年6月 市场体现的加息概率是51% 而到明年2月3月以及5月会议的加息概率 最高的也没有超过34% 那么第七年代正式告终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 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按照这个评级机构目的的分析到 美国这一次的加息 对当地的经济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预计美国经济扩张期是可以持续到2018年 而美联储加息呢 也是对美国经济强势的一个反应 预计全球经济明年可望 会有一个2.9%的增长 那么法新银行也是认同这个加息 对经济的影响目前不是特别大 反而最大的不确定性呢 会是特朗普的减税和其他的财政政策 市场甚至是还有预期认为呢 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可能会要到一个更高利率 来控制这个通胀的升温 认为呢在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国国会将会通过这个减税的措施 那只有透过加息才有可能来防止 一个通胀过热的现象 好那么本周国内外 还有哪一些值得关注的财经讯息 马上带您进入一周财经回顾 国家统计局13日数据显示 商品房销售增速等关键数据全线回落 前11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4个月以来 首次放缓至6.5% 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增速大幅放缓 这表明9月底以来推出的住房调控潮 显示出明显的成效 本周内地债势堪称进入短期内最黑暗的时刻 国债期货价格大跌 内地多家银行观望情绪浓郁 多家银行一度暂停给非银金融机构拆解 这一举动也包括四家国有大型银行 同日央行加大公开市场投放力度 单日净投放1450亿元 利率均与上期持平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 由于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自15日零时起 油价迎来年内第九次上调 亦为四年内最大一次上调 汽油每吨上调435元 柴油每吨上调420元 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 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约17块钱 台政部15日宣布 自2017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指 对购置1.6升级以下排量的乘用车 减按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税率较目前5%的税率有所提高 自2018年1月1日起 恢复按10%的法定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据BBC15日报道 英国驻欧盟大使罗杰斯对政府表示 英国和欧盟间关于特欧后的贸易协定 可能需要10年时间才能敲定 而且仍然可能失败 BBC称英国首相特里沙梅办公室表示 对这位大使的表态不予认可 13日穆迪将意大利银行业评级展望 由稳定调整成负面 穆迪表示 反映了银行业任劣损失 将在未来12到18个月 削弱其盈利能力并侵蚀其资本 并且在该国公投拒绝宪法改革之后 信心所遭遇的负面冲击 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 第三季本地居民总收入 按年上升5.1%至6505亿港元 较本地生产总值多出153亿港元 按国家及地区分析 内地继续使香港对外初次收入 总流入的最主要来源地 占当季总流入的43.5% 自拍神器美图秀秀的美图公司 昨天的15日在香港正式挂牌交易 发行价为每股8.50港元 全球合共发售5.74亿股 市值约港币359亿元 成为继2004年腾讯上市之后 十年来香港股市 最大规模的科技IPO 上市当日美图公司股价一度下跌 收盘时与上市发行价持平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稍坐休息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财经周报 我是李润 那么环顾完全球 现在让我们立足香港 着眼脚下一起进入聚焦香港 那么作为全球前列的IPO市场 香港一直是海内外企业上市的 一个首选之一 那么根据币马威最新的分析显示到 尽管由于今年的经济政治的一个波动 使得全球这个新股的活动 是不如往年活跃了 但是由于不乏大型的企业 到香港来上市 香港IPO集资额在2016年 还是将稳居全球的冠军宝座 在目前环球经济政治 不确定的因素之下 币马威在记者会上指出 香港IPO市场受此影响 2016年发展趋缓 融资金额较去年下跌26% 同时全球大部分交易所的新股活动 均有所回落 截至11月底 香港新股市场募资金额 达到1780亿港元 相信全年香港也会稳居 全球集资额冠军宝座 同时上海交易所紧随其后 排名第二 同时币马威预测 2017年香港将有120家公司上市 集资额达到2000亿港元 而在内地方面 币马威相信内地IPO审批过程 不断加快的情况之下 2017年新股活动将会更为活跃 其实都要加快整体IPO审批的程序 去消化了等候上市的公司 逐步逐步去配合推出这个注册制 变成在各种的因素配合下 如果经济环境是配合 如果2017年整体IPO中数 会较2016年多 我会觉得是一个合理的预期 再被问及内地不断加强资本管制 是否会对新股活动产生较大的影响 并马威也提到 现在内地上市需求多元化 而且政府也鼓励更多企业来上市 所以相信资本管制的加强 也不会对新股活动产生较大的影响 压台第一卫视 孙雪奇林家良 香港报道 那么随着美联储加息的靴子落地 以及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一个预期 市场认为美元强周期 是或许要到来了 那么这也吸引着资金 不断是回流到美国 同时也意味着 新兴市场的考验 可能是悄然而至了 而亥亚投资 在最新的2017投资展望中就表示 明年新兴市场 仍然是有较高的投资回报 亥亚投资发布最新2017投资展望 认为目前美股 已经积累到一定升幅 而新兴市场资产则相对便宜 长期预计资金未来两年 仍有机会重返新兴市场 同时也看好新兴市场 未来的表现 同时亥亚认为 无需担心内地经济增长放缓 我们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看那个英国 看那个日本 看那个德国 看那个美国的时候 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也达到那个七千美元的GDP per capita 但是在未来十年之后 他们的GDP增长 只有大概半剧三 所以如果现在很多人说 大陆的那个经济要放晚 但是如果他们专来的那个GDP增长 都可以达到半剧四 到半剧五的话 都一定被在其他 那个superpowers 那个日本啊 美国啊 英国的国家 增长得快 所以我们相信 未来的那个人民币的那个贬值 不会贬值很多 亥亚投资也提到 尽管人民币对美元 已经贬值一成左右 但是这样的贬值幅度 相对于其他的新兴市场 博弊来说也并不恐怖 而且短期来看 可以提振内地的出口 长期来看 则是有助于提升 内地经济增长空间 爱海第一卫视 所以谢谢刘小布 香港报道 波动与震荡 相信的是很多 身处资本市场的基金经理们 在2016年一个最大的挑战了 而一些不明朗的背后 则是这个风险的不断的激增 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 金融机构又该如何 注意防范哪一些风险呢 国际律师杭西蒙斯 也是对此进行了分析及预测 国际律师事务所 西蒙斯举行记者会 探讨金融机构及基金经理们 在2017年将面对的 最主要的五大风险 分别是监管科技 黑客问题 企业管制等 指出这些风险 不仅有可能为企业带来损失 更有可能对未来 金融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西蒙斯顾问律师詹伊林 指出 金融领域已经成为 黑客重点入侵的对象之一 西蒙斯也指出 2017年仍会是环球市场发展强劲的一年 流动性也会进一步增强 压台第一位是孙雪崎流小步 香港报道 那么关心完香港的人和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本周的财经朋友圈 从最早的这个先定一个小目标 先挣一个亿 再到后来首富四点起床的一个行程表 中国首富王健林可谓是最近刷爆了朋友圈的一个新进网红了 那么最近他是又和特朗普给杠上了 怎么说呢 在这个12月10号 王健林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是发表了演讲 那么在问到特朗普当选是否对万达在美国投资产生影响时 他就发出警言说这个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特朗普任何意志中国公司在美投资的行动 都有可能使万达在美国雇佣的两万名雇员丢掉饭碗 他就说呢 我在美国投了一百多亿的美金 有两万多的员工 弄不好这两万人就没饭吃了 那王健林还是说呢 这个别的不管 起码在这个影视产业上面 你得想明白 这个英语片就是靠中国市场在增长的 那么他呢其实行动上呢 也是已经邀请了美国这个电影协会的主席 就上诉的意思啊 希望他可以转达给特朗普了 那么这个万达收购AMC电影院线和这个传奇影业 以及计划呢 对这个Dick Clark Production和这个Carmic的收购啊 是已经在美国引起了关注了 在过去的这个几个星期呢 就有这些民族党的参议员呢 在国会呼吁啊 要加强监管中国方面资金 收购好莱坞的相关活动 而王健林呢对此就是表示到啊 这说明啊 万达在美国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 否则呢 国会议员啊就不会关心到我们了 但尽管如此呢 万达进入好莱坞 并不能保证中国文化将被更广泛的理解 依靠这六家好莱坞大公司的 分销渠道的中国电影 会因此更加国际化吗 王健林的答案啊是否定的 为了加深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 我们需要坚定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传播手段 还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全球公认的品牌 只有一种分销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那我们再来看到啊 这个2016年啊 对于餐饮行业来说啊 应该是极为不平静的一年了 包括像银改增 供应链 资本并购 门店升级 智慧餐饮等等啊 这样一个个热词深刻的影响呢 都是在激荡着整个行业 那么从今年几大连锁餐饮品牌的动态来看啊 供应链已经是成为连锁餐厅企业 相争 争抢占的这样的一个风口啊 在这个海底捞啊 西背还有真功夫等等啊 都是开始向供应链端进行一个延伸 试图挖结中国餐饮业 三万亿元市场背后的这座金山了 那么基于各自的优势呢 不同企业向供应链端转变的方式啊 其实也是不尽相同的 有的呢 是来掌握供应链孵化 西英的品牌 那有的呢 也是试水代加工 还有的呢 是向同行来开放供应链 那么业内专家也是指出啊 餐饮业改革的上半场 就是这个互联网战场呢 其实是由C端主导的 下半场呢 就毫无疑问 是将嵌入这个B端的后台 而供应链将是下半场的 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赛道 那么从目前呢 已经向供应链转变的 这个企业的做法来看啊 餐饮企业呢 对于供应链的探索 是已然开始细分化 比如说我们来看海底捞啊 等这个火锅企业呢 就是从火锅业态需求量 比较大的像蔬菜啊 底料等等的进行入手 而像西贝呢 则是从这个西北面食来入手 像亚马呢 则是从像这个铁板烧的 酱料来入手 那么因此呢 虽然这个餐饮供应链的 整合难度是比较大哦 但是餐饮企业的着手点 却各不相同 都是来选择呢 从自己的优势项目 进行一个切入 那么这或许呢 也将是未来餐饮供应链的 一个新趋势 那在12月14号呢 根据网友的爆料啊 北京证监会对面的 这个金融街购物中心啊 又是出王诈了 摆出了这个七只卡通牛 不算还是连夜运来了 一只大金牛 来给股市压压惊 那么在被网友 吐槽无数次之后啊 这个金融街购物中心 好像是终于开窍了 终于把吉祥物换成了牛 但是呢 网友好像还是有一些 不同的意见 我们看到这个七条牛尾巴 对着这个证监会 那么也是感觉 意味着牛市结束 那身上写着一个融字 也是讽刺大家 这个牛市末端 可能还有疯狂的杠杆 同时呢 这个七头牛里面 有五个这个冷色系 和两个不怎么暖的 亮色系 也是他们就揣测 就意味着有市场的反弹 都是这个假象 背后是大阴线 整个箱体是完全无法突破 那么证监会呢 这个金融购物街 也是这个连夜运来了一只金牛来压阵 那不知道这一次还会不会再被网友们挑出什么毛病呢 这个金融街购物中心呢 此前啊 是因为这个白色疑似砸盘的这些雕塑啊 已经是和股民朋友有过很多次的过节了 我们来看一下像今年这个六一节前呢 中兴的门前是摆了这个熊大熊二 还有这个向来被熊哥俩耍得非常悲催的光头墙啊 也是惹恼了广大的这个股民朋友 结果熊大熊二呢 就是被协商给解决了 搬进了仓库 那在这个11月28号啊 更有一只这个硕大的黑天鹅的雕塑 是默默地立在金融街购物中心 那么消息呢 传到股民朋友的耳朵里啊 立即是被视作不祥之物 黑天鹅摆出来不到半天的时间 就是被撤掉了 那么广大这个小攒户们啊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资本市场啊 坚持说是用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在这个北京的金融街上 清除掉证监会门口 一切可能造成熊市的标志物啊 而这个向来工作内容看似比较枯燥的 这个证监会呢 在民意与金融街购物中心之间 为这些一不留神摆出来的各种雕塑啊 来进行调和啊 调和着这个充满现代迷信与财富梦想 投资幻觉与艺术雕塑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荒唐的冲突 那么金融街购物中心 究竟还能摆出哪些雕塑 才是符合大家的心意呢 或许啊在很多人看来啊 这七头牛应该要永远摆在这里才是最好的 好的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财经周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